好,各位同学,我们现在来开始刷表格哦,刷表格就是性贫三法的比较,来性别平等教育法,性别工作平等法,以及性骚扰防治法,我们先来看的是性别平等教育法,它的主要目的是要保障受教权,特别是发生在校园当中的校园事件,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法条尽可能的在校园在职场,以及在这两个之外的所有其他公共场域来保护这个性别, 让性别能够平等哦,来,我们先看到的是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保障受教权发生在校园的事件,那适用的范围包括有性骚扰,性侵害,或者是性霸凌的一方,那当这一方他可能是学校的校长,教师,职员,工友,或者是学生的时候,都可能的他方是学生,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,再来申诉的对象, 那加害人行为师所属的学校,直接向学校来进行申诉,哇,那如果这个加害人是校长的话,进行申诉,这样子,嗯,很挑战,但是你还是要勇敢,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,你还是要把它讲出来,再来保障内容,我们来看, 第一个,由学校提供性别平等的学习环境,并且建立安全的校园空间,第二个,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活动的设计,不得因为性别而有差别待遇,第三个,国民中小学应将性别平等融入课程,并且积极地防治校园的性骚扰,以及性侵害的发生, 那这样的一个性别平等教育法,